好 毛爱 但您关心 日前民进党立委沈柏阳 是在社群平台上面提及 应该要考虑来废掉咨询权 他的理由是说 因为咨询只有短短的时间 没有办法真正的解决问题 还可能会沦为部分立委的秀场 但是就引发了正反两极的批评 对此呢 民进党立委吴思瑶 也出面替他缓假 我们一起来听 确实立法院为社会所诟病的 是许多的立委把议场当作秀场 而且利用质询的时间 来进行很多在专业度上 或者是在议题的选择上 甚至对行政官员有很多不礼貌 也就是不合一的质询 那这个部分当然也长期为社会诟病 但我来细看沈柏阳在社群上的论述 他个人的完整说法应当是说 如何让质询的制度革新 让实质询真的能够是透过对话 来累积对于政策的更为专业 跟充分的探讨 李易洋是我们政坛的大前辈 他过去也在台北市北区 也就是思瑶现在的选区参选过 所以他绝对是一个非常滋生 在政治人脉上经验上专业上 也都相当的有高度的人选 而另一方面 驻日代表谢长廷即将卸任 传出前考试院的副院长李易洋 很有可能就是接替驻日代表的人选 而曾经跟他共事过的吴思瑶 也提及李易洋是一个相当好的人选 不过在官方消息还没明朗前 他也不便多发表评论 他也不可能会发表评论